大家好,我是可乐 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一集一个一的高分科幻神剧 曼达洛人第二集的第一集 钢铁奶爸曼叔带着50岁的尤达宝宝踏上了寻亲路 曼叔和宝宝来到了一处人际罕至的星球 在一个有黑的提猎客人的安排下走进了外星竞技场 擂台上,两个强悍的家末人正举着力服疯狂厮杀 这么暴力的场面居然带个50岁的宝宝来看 这奶爸也太不称职了 曼叔正在向一旁的独眼大佬询问残存曼达洛族人的消息 不想这是一场鸿闷宴 独眼人欺骗曼叔前来是想涉局杀了他 然后霸下曼叔价值不菲的盔甲 一旁的尤达宝宝见识不妙 立即关上了婴儿仓 他知道爸爸要大开杀戒了 曼叔释放了暗器鸟哨 当即火力全开 三两下就解决了大佬身边的小喽啰 随后追上了正在逃跑的独眼人 将他倒掉了起来 从他口中得知 在塔图因星球上还有一个隐居的曼达洛人 或许他能够指引曼叔找到尤达宝宝的家人 曼叔将独眼人留下为了野兽 然后头也不回地潇洒离去 再次回到了塔图因 曼叔依然将飞船停在了大妈的机舱 大妈抱起可爱的尤达宝宝 曼叔出行执行任务的时候 大妈曾帮忙照看过宝宝 许久不见 甚是想念 这次曼叔要去的地方是一个叫做莫斯佩尔格的古老村庄 那里曾是帝国的矿场 在查看完地图之后 曼叔再再再次骑上了他心爱的小摩托 背着可爱的小宝宝踏上了旅途 莫斯佩尔格人烟稀少 也鲜少会有外人到来 曼叔来到了酒吧 询问酒宝是否见过一个曼达洛人 话音未落 曼叔苦苦寻找的族人就出现在了大门口 这个身穿曼达洛铠甲的男人叫做警长 与曼叔刚升级的战甲相比 警长身上的铠甲又老又旧 终于见到了族人 自然是非常的激动 还未等曼叔入座 警长就摘下了自己的头盔 这波操作让曼叔一下子懵了逼 真正的曼达洛人 是绝对不会在活人面前露脸的 原来警长不是曼达洛人 愤怒的曼叔逼迫警长脱下族人的铠甲 你这是打算在孩子面前动手吗 就在战火一处激发之际 屋外突然地动山摇 二人赶忙出门查看 动物们惶恐不安 村民们四散奔逃 尖叫声混合着哭泣声不绝鱼耳 一只巨兽在沙漠底下奔腾而过 他从沙底钻出 张开雪盆大口吞噬条头斑萨 随后钻入沙底不见踪影 只留下一片残垣断壁 这只巨兽叫做克雷特龙 龙之大 二三四五国蹲不下 看来这仗是干不成了 警长希望曼叔能够与他一起消灭巨龙 成功后 他就会将这身铠甲还给曼叔 曼叔很爽快地答应了警长的提议 就这样 二人开着心爱的小摩托向着巨龙的老巢前行 一路上 警长向曼叔诉说了这身铠甲的故事 多年前 死心爆炸 帝国覆灭 他们还未来得及高兴 矿场的武装分子就占领了莫斯佩尔格 警长逃出了火力包围 林子还偷走了一桶价值不菲的斯蒂卡水晶 他图音的沙漠中升起了两个太阳 连日的长途跋涉让警长再也支持不住 这时候 他遇到了宇宙中的拾荒者 贾瓦人 他用那桶水晶与贾瓦人换来了这身曼达路盔甲 靠着这身能够抵御光剑的盔甲 警长回到了莫斯佩尔格 驱赶走了武装分子 解救村民们与水火 从此 警长变成了村庄的守护者 二人很快赶到了巨龙的巢穴 在这里 他们遇见了一火杀人 杀人又称塔斯肯袭击者 他们是沙漠中的强盗 曼叔不管是口语还是手语都溜的一批 通过一阵笔画 得知杀人也是来猎杀巨龙的 正所谓敌人的敌人是朋友嘛 于是曼叔和警长来到了杀人的营地 本来是想合作一起商谈作战计划 可警长与这些强盗势不两立 没聊两句 就开始问候起双方的亲妈来 最终在曼叔的友好调节之下 众人再次握手言和 杀人每天都会来向巨龙献祭头班萨 好让他吃饱了多睡一会儿 可巨龙经常会换换口味 有时候会把送祭品来的杀人给吃了 这样原本人数就不多的杀人 更加的雪上加霜 想除掉巨龙就必须要有足够的人手 目前来看 可怜的杀人早就被巨龙吃的也差不多了 于是曼叔和警长又回到了村庄 希望村民们能够一起携手作战 村民们与强盗杀人素来水火不容 在曼叔的调节之下 双方达成协议 只要联手除掉巨龙 杀人将会与村民们签署和平协议 世世代代永不开战 有了这层协议 村民们拉出了压箱底的炸药 杀人们也贡献出了他们的班萨帮忙拉货 众人计划把炸药埋在洞口 然后把巨龙唤醒 在巨龙出洞的一刹那攻击他的肚子 那是巨龙最薄弱的部位 然而现实远没有计划中这么顺利 杀人们在洞口花了老大劲才把巨龙唤醒 可巨龙在吞食了几个杀人之后 居然想钻回洞里继续睡觉去了 为了能把巨龙引出来 两边人是费了九牛二骨之力 又是枪打又是炮轰的 愤怒的巨龙向前排的杀人喷出了腐蚀性酸液 在损失了一大票杀人之后 终于成功将巨龙引出洞外 警长也是成功引爆了炸弹 巨龙遭受了重创 吃痛的钻回了沙层底下 一分钟后 被激怒的巨龙从山顶钻出 靠着巨高临下的绝对优势 向着山下的袭击者们再次喷出了大量酸液 这特效 这场面 不在电影院上映可惜了哈 我妈都问我为何要跪着看手机 这一波再次损失惨重 警长和曼叔意识到不能坐以待毙 当即背背背背 背起了火箭行囊 飞上去就是一阵突突 一顿操作猛如虎 一看伤害250 这时候 曼叔注意到了一旁背满炸药的班萨 一个新的计划油然而生 他拿走了警长的引爆器 叮嘱他照顾好孩子 然后 这飞包质量不行啊 一打就上天啊 巨龙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 曼叔躲闪不及 被巨龙连带着班萨一起吞下 就在众人绝望之际 巨龙再次从地底钻出 曼叔熟练地操起 狙击枪枪的电机器 电开了巨龙的血喷大口 好多的瞬间 启动了巨龙腹中的炸弹 一阵噼里啪啦 电光火时 巨龙终于死得透透的 仅剩的几个杀人 与村民们一起欢呼雀跃 这里心疼杀人一秒钟 杀人们在巨龙的残骸里 找到了克雷特龙珠 据说这东西又值钱又稀有 就是不知道有啥用 秦者按照约定 卸下了曼达罗盔甲 交还给了曼叔 林泽还不忘叮嘱曼叔 火箭背包不是他弄坏的 这东西本来就不经用 一打就上天 曼叔抱上了一大块龙肉 带着可爱的小宝宝离去 结尾便是新战系列的名场面 他图影双子落日 落日下 一位光头望着曼叔远去的背影 他便是曾经的传奇佣兵 波巴费特 他便秃了 只是不知道有没有变得更强 以上便是曼达罗人 第二集第一集的内容 这集有很多致敬的梗 比如警长回忆中爆炸的死心 天行者卢克曾凝视过的双子落日 还有波巴费特一碰就上天的背包 波巴费特是一名心狠手辣的赏金猎人 首次出场是在电影帝国反击战 在绝地归来中 因为被汉索罗破坏了喷起背包 波巴费特跌入沙漠巨兽 沙拉克的口中 所有人都以为他死了 不过在新战的衍生作品中 波巴费特又从沙拉克的肚子里逃了出来 警长从贾瓦人手中换来的曼达罗盔甲 便是属于波巴费特的 至于他的盔甲 为何会落在贾瓦人的手里 就看编剧后期该怎么圆回来了 波巴费特的扮演者是 1960年出生的新西兰演员特姆拉莫里森 他同时也是海王州男主的父亲 灯塔守护人汤姆库瑞 波巴费特虽然是个反派 但是在新战系列中人气非常高 所以迪士尼这次特地邀请特姆拉莫里森回归客串 也算是卖了一波情怀 不过因为是客串 可能戏份并不是很多 所以波巴费特的回归 到底是不是一个坑还在待定当中 我是可乐 感谢您的收看 您的支持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